这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博士 现在的博士十分的弱小 弱小的博士每天都会受到同事的嘲讽 博士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他决定要变强 为了变强 博士找到了年 他想知道如何变强 年告诉博士可以去找他的妹妹 鼠 但他的语气中似乎有一丝担忧 为了变强 博士来到了鼠的居住地 博士向鼠请教 如何才能变长变强 鼠告诉博士 自己有效果超好的方法 边说边把博士带进房间 正当博士想象自己变强的那一天 博士在旁边看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感到不妙的博士决定离开这里 可无论博士怎么跑 都无法离开这里 恰在此刻 一只手抓住了博士 此刻的博士汗流加倍 随后 他便开始接受了鼠的训练 几天后 当博士再次出现时 已是一个全新的样子 曾经嘲讽博士的人 看到现在的博士 只觉得不寒而逼 没错 这次你刻的不是 可不经典的幽长的桥了 一期以后 何でもいい 一种那夜だけど